就要过年了,汐止区公所带着替代艺难 并且结合当地的里长、汐止消防队、慈济等单位 到独居长辈家中进行岁末年终关怀及大扫除 第一站是来到了86岁的翁奶奶家 先送上了电热台以及一整项的生活物资 翁奶奶说因为有些地方太高了,平时也亲不到 很感谢大家来帮忙 谢谢大家来看望我,我心里很感动 今天有他们公所来帮忙 帮忙我打扫楼上,扫不动他们来帮忙 我是很感谢 一起来帮助我们的独居长者来清一些比较重的废弃物 因为长期以来他堆积的一些废弃物比较重一些 老人家没有办法把它清下楼 我们请艺难来帮忙一下 把一些废弃物清到楼下去 然后由清洁队来接手来把它清运走 非常感谢我们艺难还有区公所 还有清洁队,还有我们消防局来帮忙 很荣幸在过年前可以参与 细致这地方的社会服务 帮助独居老人做一些清洁的打扫的服务 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良好的新年 新年快乐 帮忙帮帮抬抬将标的物品清出来 而接着一行人在前往建成路 98岁的江爷爷家 他因为年纪大了行动不便 公所替代艺难 今天备齐了工具帮忙打扫 有厨房清洁工具 窗户刷水桶抹布等等 了解长辈需求之后 替独居长者家里换人一心 而公所主秘也送上新北市政府热腾腾的春联 吉隆武村 也贴心的跟江爷爷说明物资箱有哪些物品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消防队也一起春节关怀 为长者的家中安装助警器 提醒用火用电安全 我们过年前 那因为独居长者的部分 我们来做关怀的部分 那主要是提醒就是年纪长者或独居长者 要人离火席 那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那主要因为这是有发电热毯 所以告诉他一些用火用电的安全 他提醒他们就是有状况的时候 打119的一些包含技巧 及注意的事项 独居老人总共有165位 我们找那个推荐的两位当中 那个一个是86岁的翁奶奶 一个是98岁的江爷爷 我们来协助那些独居老人的 协助他们做一些家庭的打扫 快过年了 我们希望都能平平安安的 干干净净的过年 替代艺关怀社会 他们也很开心能够在过年前 以行动帮助长辈们的居家环境 患然一新 除旧不新 引新年 让老人家在过年前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与关怀 这层惠灵依稀采访报道